由社交恐惧称是一种什么体验 我是神经病 我是神经病 我叫刘耀文 我是傻子 你好 我是傻子 没有社交恐惧症 真不错 近日社交牛逼症可以说是火爆了全网 那娱乐圈又有哪些社交达人呢 首当其冲的 当属于书欣吧 谢谢各位记者朋友们 如果大时候把我 说我要裤衣服 把我修一下 请问这是一个女明星可以说的话吗 不过撒娇女人最好命 面对这软蒙的公式 又有哪位记者朋友能不帮忙呢 除了这些 于初心在接受采访时 也是很照顾那些内向的记者 直接反客为主 自己抛问题 自己回答 同样有社交牛逼症的还有杨超越 别看妹妹平时是个憨憨的美人 但情商却总是在线 社交技能更是满点 丑丑这小嘴甜的 彻底把阿姨给夸不会了 但令人意外的是 如此侃侃而谈的她 并不是主动想要融入集体 而是被动参与的 看到这儿我只能说超越妹妹 你是不是对自己有什么误解 你难道忘了干啥啥不行 和老板吵架低迷的 豪言壮语了吗 是问哪位能在单位如此表现自己 我想很多人的答案都是不行吧 同样与老板打成一片的 还有我们的交际达人 王嘉尔 毕竟当公司其他90后练习生 都毕恭毕敬地称呼老板为PD时 王嘉尔已经勾搭上老板的肩膀 开始称兄道弟了 但这还不是最绝的 在某综艺录制的时候 其他队友还在努力地找东西 而王嘉尔却早已混进村民家 蹭吃蹭喝了 同时还一脸真诚地对村民说道 当自己家一样 不用谢谢 当自己家一样 这就怎么没家吗 我知道我知道 除了和人自来熟 这人为什么还能和大猩猩自来熟 瞅瞅这熟练的上窜下跳 已经不是第一次交流了吧 这是什么意思 不过这层玻璃还是阻碍了情感的交流 这不 与嘉尔有了肢体接触的驴 精英王嘉尔要离开 而流下了泪水 除了这些 王嘉尔的行为也着实有点放飞自我 不仅赶穿女装开演唱会 而且还直接在泥潭里 浮起了面膜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社交牛逼上如此神通的嘉尔 竟也有不及对手的一天 在一档综艺节目上 王嘉尔与薛之谦现场斗起了舞 只见薛之谦一边跳着法国鬼步 一边唱着Rub 期间还向嘉尔发起了挑衅 谁知下一秒意外竟发生了 面对破档的尴尬一幕薛之谦 还是比较淡定的 不仅反过来安慰他 人没事还淡定的退场 换了一条裤子 其实薛之谦的社交牛逼症由来已久 不过因为早年没有合适的词语形容 所以至今才被暴露出来 薛之谦早年参加选秀节目时 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面对这一幕老薛不仅不尴尬 甚至还直接接通了电话 面试现场接电话薛之谦怕是第一人 不过评委并没有因此责怪他 反而是让老薛回播过去 几个人就这样聊了起来 经过这几年的历练 老薛的病症是越发严重 随时随地的接狗能力更是比比皆是 活明星 你接过死明星吗 也是没有这个机会 也是没有这个机会 好啦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拥有社交牛逼症的明星还有哪些 欢迎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大眼您知道您知道我是谁吗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 呸